日本的海军实力是明显要强于美国 可是到了1942年 一次非常关键的海战 流转了这个局面 日军在海军实力占优的情况下 在一场战役当中全军军 结果一下子 和美日海军实力在太平洋上的对比 发生了一个门战 那么这场战役 就不断冲出了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这个战争史上经典的 中土岛海战的一些内幕 那么说中土岛在哪呢 中土岛的位置 离日本本土和美国本土差不多 它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屿 也不过就五平方公里 你别看小 它处在耿嗓咽喉上 正好是亚洲到北美洲航线的一半中间 所以叫中土岛 这个岛五平方公里 它是归美国 美国在这个岛上 就建立起了海军基地 围绕这个基地呢 美国构建了 它在太平洋上的一道防线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道防线 美国人就觉得 无论第二次船大战怎么打 打不到自个家门口 你要不要打到我 也就是不过 你的转型 第二次船大战 就不过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来我们知道1945年结束的 如果中途岛这一战美国输了 第二次大战绝不可能1945年就结束 不定得打到什么湖南马越去 中途岛一战 日本海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么美国到底是融合打赢的这场关键战 那么这场战争 它的引发是由1941年12月7号 珍珠港这次偷袭事件 日本是做得好了 早晚对美国有一战 但是偷袭珍珠港之前 日本的舰队司令三方十六 他有个谋略说 就说我打算在偷袭珍珠港前一个小时 我跟美国下宣战去 其实这一个小时 美国也不可能来得及准备什么玩意 也跟偷袭差不多 这样日本显得西出有名 我打赢打不赢 那为什么我跟你在谈判桌上争财 因为我不是偷袭你 我对你宣战 咱可以查 可没想到阴擦阳错这个宣战 是在开打的时候半个小时送到 可怕美国人奇怪 你偷袭完我你对我宣战 你怎么跟我玩的 所以美国上下 成仇敌太 三军同意 就对着日本人脸是恨色的 所以你看电影红红红里面 三门五十六有句自明的开心 所以我们可能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他们充满着愤怒 从美国人的性格来看 再没有比这个更能激怒他们的了 这样就等于把一个巨人 从睡梦中惊醒 使他愤怒的站起来 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上 三门五十六审时度势 制定了一定要拿下中所岛的战略方针 他为什么这么制定 三门五十六很清楚 他为什么管美国叫沉睡的巨人 眼下美国海军的实力 是不如日本 可是如果战争脱入持久战的话 美国后方是稳定的 他的兵员补给啊 国力啊 明显要比战争已经进入纵深的日本 要雄厚的多 就是如果长期持久的打一下 日本的海军肯定攻不上 美国的海军会源源不断的补给出来 美国国内就开始造航母 有什么 那力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三门五十六决定 必须趁这个时候 以最短的时间 推回美国海军 要不然的话 日本海军就发了 三门五十六这个计划 充满着赌国性 因为三门五十六本人就是个赌徒 据说这个人呢 对普普克为奇 反正这些能赌的东西 他都敢 他都敢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二战的时候情报站打得很厉害 双方在截获彼此情报这方面 美军占了大优势 我们说那个时候 情报主要靠什么 拍电报 可是电报呢 是能达到很远的地方 但也容易被对方截获 对方只要掌握着你拍报的频率 就能把你的电报截获 然后根据你这电报呢 再按照电报这个密码本 再翻一过来 你的情报就都知道了 所以为了不让对方知道 电报被截获 这是常有的事 那么怎么样自己秘密不泄露呢 只有在电报的加密 这是我们常说的密码 你看前不久 大家看战友情形里面 你看他为演的瞎子 他会用那些密码 包括摩斯密码之类的 咱们看前复啊 还是这个风声啊 这样电影里边 包括死离民之前 都有摩斯密码而已 就是带这个电报 是加密码 那么怎么让破解对方密码 是当时情报战的动作之中 你看英国 曾经多次破获 希特勒德国的 就恩格里玛密码 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奇效 美国在这时候 跟日本就大打这种情报战 那么当时呢 美国就获得了 日本密码的一部分 就是大致呢 能把日本加密电报的内容呢 翻一个百分之十左右 要是翻一个百分之十 能起什么作用呢 哎 剩下的可以猜 你比方说你这次电报里边 我翻一个百分之十 说跟军事有关 跟舰队有关 剩下那里有一两个 我好像认识 好像不认识 等下次电报发现 又有这些字 你就可以大致猜 根据他最近的动向猜 这几个字说的什么意思 麦克 我们结合了三本参谋部的密码 当然这不是像翻译歌那样 把歌和东一句 习以自己的意义 可是 然后再拼造起来就行了 你们到底能够一处多少 哦 百分之十 真正的多少 百分之十 那就是说 十个字当中 只能一处一个 我说 舅 你们完全是在瞎猜啊 我们叫做分析 就算你的分析可以成立 可是那些东西又代表什么呢 本没搞清楚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消息 三本手下的人 最近发了加密电 是这样 这里一定有文章 至少我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会发生 那么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之前 多次截获了日本的电文 发现 日本最近很可能有重大的行动 而美涉及到舰队重大行动的时候 都会出现A和F 两个字母代表 说看来A和F啊 是它要攻击的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是哪呢 是阿六申群岛呢 还是中途岛呢 或者某个基地呢 美国人也感不清楚 这要弄不明白可坏了 因为美国海军实力不如日本 我要分散防御的话 那日本要打一个地方 你受得了吗 本来整体都不如人家 人家在集中优势兵力 你肯定完蛋了 所以美国是必须得把这个密码发现出 他们就采用了一个试探法 就是故意呢 用日本已经掌握了这密码 发电报 然后在电报里呢 说以中途岛的名义往外发 说我们这地方啊 淡水设备坏了 你迅速的赶紧 再把蒸头水过滤设备拿来 要不我们岛上视频都得热死 都得渴死 就这么发电报 日本呢果不其然把电报截获了 截获了之后呢 又发给前线一封电报 美国也截获了 一下子在这电报里发现了A和F这两岁 这说明什么 AF指的就是中国 你看这着妙不妙 我们把这份电报 传到中途岛 将军 这是个假情报 就说中途岛战时冷却气坏了 八报是要保证非常的清楚 这样就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听到每一个字 把中途岛的问题 列入明日的程序表 谢谢你 这其实咱们现在不少算卦的都会这招 比方你来看 哎呀你这个事业上犯小人呢 把这话先抛出来 看你反应 你看你觉得 哎呀可不是吗 所以他好顺着这杆往下爬蒙你 这跟算命的招是一样的 一试探试探出来了 日军要在近期对中途岛海战 要掀起中途岛海战 对中途岛大规模袭击 所以当时美国的这个舰队的司令 名叫尼米兹 现在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 尼米兹号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这尼米兹司令官就决定 把外面的力量都受毁 就继续在中途岛上 等着日本来打 当然这招也冒险 也是赌博对赌的 但是你当时实力不如日本 你就得用这段吧 希望能够把所有优势兵力 集中到这 把日本的海底全在家 那么其实后来 这个不可一世的栓败 他的死也直接死于了美国的情报站 美国后来呢 多次截获日本的情报就发现呢 日本这个情报里边 把电报里边有这样的这个提示 就说最近呢 我们某个高级长官 要到某某某地方寻查 打这比方是索罗门群岛周围一带 要到这儿来视察 这时候美国海军就准备呢 要到他视察的地方 突然加大 空中袭击 要把这个大罐给打下来 当时美国也不知道来的 一定是356 但是后来呢 美国呢 在日本军方里也有间谍 他们近期呢 所有的海军的 比方说这个够级别的将领呢 有的呢 就派回日本本土 有的呢 到了这个东南亚一带 当时只有356 这个日本海军的最高级将领 是坐镇在太前要站场的 那么近期说一个 最高级长官要到那边视察 只可能是他 所以美军根据自己的情报站呢 先已经掌握了356 要到这个地方来视察 所以当356 他的舰队 他的空中 飞行队 飞到这个上空 美军突然间在附近 埋伏了大量的战斗机 一下子上来 劈里啪啦 就这一步空中交战 以优势兵力 迅速把356 这个飞行队的好多飞机都打落了 其中356的飞机是混在其中的